美人鱼的前转 蛮跳出我自己的舒适圈的 肚子还蛮重的 就是还蛮真实的感觉 很特别的经验 希望我如果有机会玩也可以这么美 时间过蛮快的 然后每一年都 我希望是真的这个 传播跟呼吁是 可以触及到更多人的 然后小朋友的生活也 因此可以 有不一样的视野 我觉得这个是很 自己其实还蛮关心的 我觉得很温暖 因为每年他们都会 在 社交媒体上面 告诉我 他们做了哪一些回馈这样子 然后 就觉得很棒 最近刚刚就是办完了演唱会啊 那新的跨年有什么样的计划 可以跟粉丝分享 跨年的计划 没有计划 那是你们的本身 可能也就休息吧 对 所以年尾的时候还蛮舒服的 你比较到 通常会有很多的尾牙场 那不知道就是今年90就是 接到几场 有没有可能因为疫情的关系 受到一些印象 有没有 今年好像没有要接尾牙 其实我 就还蛮随缘的 没有 没有一定 要接什么工作 这样 所以演唱会结束到目前为止 有好好休息吗 有 非常长时间的休息 很开心 对 那最近就是MV那个TVT上线 然后领域也蛮高 可以讲到说 这是怎么想说 要跟网绒合作 其实这个脚本是 对我而言是 蛮跳出我自己的舒适圈的 所以 也是给自己一个 尝试的机会这样 然后跟老高合作 也是导演提出了一个 很有趣的想法 所以我就觉得 对 很蛮有意思 因为我本身 也很喜欢看老高的影片 对 这次好像还尝试一些 比较新的挑战 就是有装那个假的肚子 对 对 因为剧本的 想内容是 美人鱼的前转 对 所以就 对 第一次尝试 很不一样的角色 有很累吗 因为刚好看那个肚子 对 因为那个肚子还蛮重的 就是还蛮真实的感觉 它是 而且很Q弹 对 所以 是一个 很特别的经验 对 那网绒都封你 是最美孕妇 怎么看 可能在那个角色里面吧 对 我 希望我 如果有机会玩 也可以这么美 对 因为MV上线之后啊 就是有一些正反两面的声音 然后料人帅就有点伤心 那不知道 就是九令这边 有没有好好安慰他一下 其实我觉得跨出舒适圈的作品 通常都会有这样的反应 其实也不是我第一次这样 所以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导演第一次碰到这样的状况 但是我自己 觉得很喜欢 所以我就 这样子呈现 差不多咯 那首先就是在MV里面 大家都说你的演技很好啊 然后甚至连服装有一些水产 就是有人想说 有没有水产公司或水产的产品 叫你代言 水产是什么 就是 哦 海蟹 找我代言 对 因为之前是有花之中啊 然后这次我们是演那个人口 对 然后有网友就说 水产本身就很红了 还需要代言吗 好了 我们差不多谢谢大家